哈囉歡迎回來 你是大家收看這自熱線S3 主要賽是這個賽 第一天的賽事 那目前進行到四強 那我們這場要為大家帶來的轉播是 MAXA對上司DREAMR的比賽 這DREAMR我覺得他真的是進步蠻多的 雖然說現在大概 我看一下 5285 這是他的主要練習帳號嗎 應該差不多吧 還是有 因為他之前不是用那個嗎 那個Except的嗎 應該是他吧 對啊對啊那是他 對啊 我看他這個帳號練不多 他主要應該是用Except的 分數應該不會落差太大 大概就是這個range 這樣他打Message打起來應該是蠻 看他有沒有領悟到人類的精髓 當分數差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認清事實 都像那個啊 用nice的大絕招 對啊 全家老闆一絕 好 雙方第一章第五台道是 獨覺四種 地圖左上 紅色 紅色人類是 NDW戰隊的DREAMR 然後第五右下藍色藍色的神族 是IG戰隊的MAXIE 大家還有在IG嗎 還有嗎 我也不太確定 所以他們比賽中IG去打比賽嗎 IG是不是這一次沒有戰隊聯賽 還是怎樣 這IG真的超級久 超級久的 很大人 我的記性越來越奇怪了 那到底是 這一次戰隊聯賽是哪一隊沒有報到啊 應該說上一次喔 記性越來越差了 這個IG在星骸2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早就有了 到現在也十來年了 星骸2是他們的副業嗎 他們的本業到 他們 一堆 他們應該蠻多戰隊了吧 都蠻多項目的戰隊 DOTA 然後 LOW 後來應該還有加一些其他的 哎呀 台灣就比較少這種長青的戰隊 不過其實我之前去他們那邊的時候 他們 他們那個 不同戰隊彼此之間我覺得 也有可能是星骸 跟他們 或者是他們全部 相互都這樣子 就是 我感覺是彼此之間沒什麼交流 沒什麼交流 就星骸幹星骸的事情啊 然後 DOTA幹DOTA的事情 但是有可能DOTA跟LOW他們很 有一起幹嘛 但就我觀察到的那個星骸跟另外兩個項目 沒什麼交集 當時啊 你說跟你們以前 你們以前那時候 TSO時期 有點落差是不是 呃 我覺得 欸沒有 這我不知道其他隊伍怎麼樣 啊我們那邊就不用講 我們跟那個 SF跑跑根本就是住不同的地方 怎麼會有交集 對啊 哎呀 好 這死神沒有機會看到 神族的科技 但是他這次就有封好 你看他這個BY明顯是稍微靠左 剛剛 剛剛偏右 現在偏左 感覺不是很健康 一下偏右 一下偏左 剛剛是沒偏 沒偏 沒偏 沒偏右 剛剛是偏左 咦 哦 他把那個能量來丟換相 所以沒辦法用掉 其實老實講 這個給他進來看 你 你 也沒什麼差 因為你的VC就在門口 對啊 所以他就 而且他這個 如果放了立場格 他等等換相就丟不出來了 好 看一下 這把Dreamer打如此之正常 看來他還沒有 他是不是還沒有 領悟到這個神族 最 呃 人類最卑鄙的絕招 還是他不屑地打這麼卑鄙的絕招 平常就沒在用吧 平常在用這種大方 但我覺得其實可以用一下 打比賽偶爾用一下 贏的就是舒服 舒爽 舒爽 對 Germia 不過老實講這張圖 這張圖打巴 嗨 這太慘了吧 有夠慘 其實他剛剛被那個幻象追在後面 知道那個角度他就應該換個角度喬過去了 他應該就要騙一下 看是往下飛還往哪邊飛 畢竟人家都看到你第一時間的路線了 你不出去 你不換一邊真的是把人家當棒槌 只有看到那個 他又閃墜硬雷 後步 那基本上這開局 可以說人類這邊已經 要玩爆了 量一半了 我覺得已經不只量一半了 我覺得是已經幾乎快量透了 因為一個是分數有差距 然後再來就是你前面又這麼虧 感覺跟量透了沒什麼差 有看到嗎 還要被人家在下面白襯 點農民點農民 他要射一下碉堡 所以我拉了一堆工具出來休憩也是滿賺的 只要追劣不死 你其實追劣不死做什麼都是賺的 沒秒掉 差一隻 追幾隻阿 九隻嗎 喔八隻 這邊看到G馬出門了 剛剛那個舉動才是正常人會做的舉動 這出門一定要先丟一把手描 等一下後面是有拉農民 他農民繞了一整圈 會不會是傳輸中的農民包夾 讓我沒講 哇 後面還被發現 地圖完全知道了 電池先蓋起來了 有啊 三塊好像已經一堆 他三塊一堆了 還又假的白球 太被逼了吧 看起來跟真的一樣 可是白球 白球會站後面阿 這只能勸退吧 喔 好像很多 一場隔 哇 工兵全部被隔掉了 那個假白球看起來真的是 越來越強 這樣真的知道嗎 對啊 扛在前面怎麼這麼扛 哇 哇 第一分太了 我告訴你任何麥克斯爹先拿下第一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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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完全是 這個完全是 這整場就是 這整場就是 麥克斯爹控圖阿阿什麼 掌握在手裡的感覺 而且 其實前面 老實講前面 前面你送人類那一船阿 前面你送人類那一船阿 後面其實你就 有時候老實講人類就是要有一種 貴一點的心態 你說既然前面那麼虧了 就猥瘦一點 還想打一波 機會不大 這個一波真的是 最主要是 節奏都在Messie手上啊 然後你一想要出門 你一想要出門 他就開始閃追在那邊甩你 基本上這種一波的 只要是在人類家門口就發現了 基本上我覺得要打下來都很難 笑死 我們的OB 問Messie第二張圖要選什麼 Messie說 都可以 都可以了 反正都是 感覺打起來輕輕鬆鬆是不是 讓我們的OB手有點無言 都可以 哎呦 看一下 關注一下另外一邊 Race那邊也還沒分出勝負 等一下 為什麼剛剛那個人類不少雷達 他一定知道啊 但問題是你少了 少了抓不抓得到才是重點啊 那個OB就看起來就不像是展開在那邊的 看起來就像是 看起來就像是會動的啊 而且Messie第一時間他OB其實放得滿邊邊的 所以 所以你真的不一定 交掃描就可以打掉啊 我們還是要講求你交的每一把東西都還是要 百分之百可以把對面的東西打掉啊 不然你那個掃描也是很貴的啊 你少丟一個空間 一個掃描大概是快300塊 好 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永恆之夢地圖 右上紅色人類是Dreammark 左下藍色藍色的神族是Maxette 那我的艾菲卡一直推薦我去看隔壁的奶台 受不了了 這不是你要的啊 平常看什麼他就推薦你看什麼 好誇張喔 我跟你講隔壁那個真的是四分之三顆球漏在外面 不開玩笑 這是一個四分之三加四分之三的 四分之六 他等於有一顆半都漏在外面了 厲害吧 因為我最近發現蠻多 蠻多那個韓國實況主都是 艾菲卡跟twitch雙修耶 不開玩笑耶 都都有開是不是 都都有開 我再看一看 欸 這個人怎麼好像在twitch看過 太神奇了吧 這個要是從ID看不出Race的對手是誰 那就代表你可能關注 關注比賽還不夠久 不然就是不夠多 這個對手的ID這個米歐麥卡一念出來 這個家喻戶曉你知道嗎 曾經 喔 家喻戶曉 曾經把那個 欸 是把馬路嗎對不對 馬路2比1還2比0幹下去 還是3比0 忘了 曾經把馬路幹下去的男人 不開玩笑 看他打比賽 就像在拆禮物一樣你知道嗎 每一把都是新鮮的感覺 看起來906也是同道中人是不是 他直接去點開了那個 點開了那個頻道 你說誰 906 欸 他一樣是個建築學耶 技能防火車 然後前期應該就防火車啦 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第二好處 就是防火車而已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啦 Dreamer看到這種開局啊 他還是可以 畢竟這種建築物 建築物放在二礦口的 還是多多少少 畢竟他能防一個東西 就不能防第二個東西了嘛 有時候你打一些比較奇怪的坦克推進 他其實也是會不太舒服的 所以 這建築流程真的比較好嗎 你說 你說那個 那個 Mexe的流程 應該是比較 還是比較穩的流程吧 這真的蠻穩的 就是你火車也不怕 然後可以偵察生 那個人類 而且他 VC比較慢 是因為他有出一哨兵 VC比較慢 可是他第二個兵就會比較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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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接坦克加解放 神奇了 然後門口直接 把門口直接下一個碉堡 而且他重點是他現在挺濃 他剛剛第一時間濃沒有直接按 我覺得這流程有點自虐 他這個流程如果家裡沒有直接散開 感覺有點廢 主要是他這個流程科技 超級慢的 你看他現在 看他到現在連兵營都沒有補 他兵營是完全沒有補 還是他都直接推出去了 他就這波直接打出去了嗎 喔 直接打一個三線 等下解放架 然後鬼雷直接丟下去 配合這個正面的槍坦一起走過去 好像有點搞通喔 喔看到了 這個落路還沒看到 但主要就是那個啦 主要就是家裡要趕快進去丟 其他東西要開始動作了 其他東西有沒有動作 不然你這個正面都是被打爽的喔 一定要讓他分心喔 喔可以可以可以架起來 然後那個鬼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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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動了 然後正面正面直接衝 哇 哇射到瓦斯里 這血統真的是沒 這個沒有 其實都沒做好 有點可惜 這波我感覺 這波我感覺 閃絲全部跳上去就結束了 要放上去就結束了 我感覺MAX的最後是2比0戰勝 G馬 看一下瑞絲那邊 瑞絲還沒有分數勝負嗎 目前看起來好像 成績還沒有更新 應該打到一半吧 看一下 喔他們還在打 他們第一場剛結束了 G馬這場 邏輯是對的 可是有點 感覺他的節奏有點跟不上 你知道G馬的邏輯是對的嗎 他這個 他這個 你過去 反正被看到我就不要送 但我就是 利用這個 多線把你的兵 全部牽回家 可是 有點可惜 沒有血統好 因為這個槍 變在前面還是被 那個追劣撐太多了 然後 再加上他其實 解放架低時間 他那個鬼雷其實 就應該要 他下滿以後 鬼雷 好像慢一步才過去丟 對啊 感覺還是有一點點慢 不然其實我覺得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是 絕對OK 但就是 我還沒看到 我還有遇到一個也很酷 也很酷 嚴護的方式是出大河 出大河 出大河 他是直接輸大河 然後大河 對大河 一順過來 正面的坦克槍兵 推過來 這好像 現在哪個比賽有看過啊 在那個 有一張圖叫海神信使 不知道是 是Q還是 TY打哪個神族的時候用的啊 我覺得很酷欸 第一次遇到真的是 哇 換發出大河 所以全部都是往那個 主放去救嘛 然後他的正面就直接退出 然後等到你把大河窄以後 那大河就是來 就是來送 當然沒死最好啊 等到他把你的主力都 引到那個主放的時候 他三萬就被 就被蓋 碉堡然後加他 一樣的概念 剛剛也是這個概念 這感覺那個解放者 能夠拖的時間 夠多啊 我有 我有遇過 就近期我遇過兩個 就是把我引到主放的大河 一個是 就是我剛說大河 另外一種我覺得女妖也不錯 女妖可以拖你很多時間 現在 就之前有一個 應該說 女妖的那個流程 就比較 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就是那個 先單礦的 就是單礦VF之後 再下二礦的那一種 那個就是你科技很快 然後女妖 女妖很快就會到神族家裡 然後 一正面就 女妖第一隻女妖 出門過去到她家 正面就可以準備走出去了 而且 那招有夠強 那招其實大家都以為 重點是那個強坦 但其實 但其實主力輸出是 那三隻女妖 你說在輸出的時候 對啊 那三隻女妖真的才是 跟鬼一樣的東西 哦 這邊那個 瑞斯那邊的比賽也 瑞斯是有比 欸不是啊 他們剛剛還在制定 怎麼一下就打完了 我剛剛不是說 他們第二場還沒開始嗎 突然就出了 沒關係 這就是米歐麥卡 對不對 你說可能放什麼 12.01 被守住在跳 這就是我們熟悉的米歐麥卡 好那這樣的話 確定這個冠軍賽等等 是那個 Mexay對上 Rux 那敗部的話 就是Dreamer對上 麥卡 好那我們就先修一下 那五分鐘後我們再繼續我們的比賽 我們再繼續我們的比賽 我們的比賽 我們再沒有 我們再次的遊愛 Covid 我們再次遊歐 我們再次遊歸 看再次遊歸 我們再次遊歸 前面 玩 我們再次遊歸 我們再次遊歸